电子科技股能不能够继续延续第一季涨涨涨 但是话题热度最强的AI机器人 竟然在我们廉价的这段期间发生了重大事故 有欧洲国家说要来禁止AI机器人 那我们要请教苍新老师 这到底会不会导致整个科技类股 电子股的这股气势 因为第一季整个被带起来的 就是这个大家充满想象力的话题 那现在好来有国家已经出手了 政策要如果真的要出来的话 会不会去献说了在整个金融市场的活络度 我们这些现场重点 我觉得影响会有但是不大 这就是可能是个别国家的 就像各位可以看 你看最近美国最火的新闻是什么 就是要进什么TikTok进抖音 那也在听证会讲 可是我认为一个趋势 你要透过一个政策马上改变 其实不容易 回到AI点 这一次传出来就是怎么样 就是意大利在廉价前说 意大利是怎么样 却GDP会盗用个资 所以这样不用嘛 那我说老实话 意大利他也算欧洲比较大的经济体 可是问题是他大概排第四第五 他不是说英国 英国或是法国 那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说怎么样 因为怎么样 我在这边使用 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个资输入了 所以呢我会什么 开始来禁 就是说意大利国家说禁止TikTok 我说真的假设欧盟区的国家 全部都说好我们不用 那我说实在的 那你欧洲的国家你拿什么来替代 中国如果说不用他有文心一言嘛 欧洲没有嘛 其实欧洲其实传统在软体业软件业 他其实是输美国的 好第二个重点就是说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说马斯克他一直在长假期间之前就讲啊不要再开发 AI 他讲是怎么样 暂时不要开发那直到什么我们能够什么把这些所谓的AI的文明的规范这个讲起来好像很讲在讲玄学啦 但我直接讲给大家听其实他的意思在背后怎么样 基本上特斯拉和马斯克他也要开发AI啦所以 你们不要先开发我后面也要开发 他是有他自己的用途 对嘛有用途他不是说哎这个都不好用我都不用然后大家都不要来用 你以为他是真的在为全人类的吵想才不是啊其实不是嘛所以说实在的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我我的看法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认为说AI这个产业呢 跟元宇宙是不太一样也就是说 说实在的可能在一年多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我们在讲虚拟货币NFT元宇宙的时候 这些时候大家是在做 可是你看现在的chip GDP跟AI 事实上是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左右 而且是怎么样已经有在变现有在帮企业创造获利的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说 如果你造的一个梦 配合本益比的上升你要炒多高就炒多高嘛 可是现在的AI我给他定义叫做救世主 什么叫救世主 今年的上半年如果没有AI 股票绝对不可能长成这样 因为你钱不知道塞到哪里去嘛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因为你其实是这样 你钱一定会找有机会的地方去 消费性的电子在今年上半年看起来是没地方 所以就塞到AI去了那AI塞进去之后 营收有没有出来 有没有呈现这个所谓的成长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看微软 微软的个人 都会看到红色是个人的电脑的知识是下滑的 所以他知道怎么样 推出chip GDP之后 跟OpenAI合作 现在他连bin他浏览器全部都要什么 加入这些AI所以 微软近期的股票就往上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应用层面 是跟软体 如果大家如果还去看新闻的话 可能接下来如果你用office这些软件 office大概是全世界人都在用的嘛 都要加入这些AI了 AI有可能脱离我们的生活吗 我认为相对的比较难 不过呢其实我们要提 想到一点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这边的这个所谓的AI的股票 可能开始有一些回答为什么 因为涨得太快 涨得太多了 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全面扩散 第二个我们来提到 Apple的 这个麦克风 你看已经在廉价前还创了新高嘛 所以你说 这个 这个像是空投市吗 绝对不是嘛 就是多投持续的往上 但是回到台湾的这些所谓AI的股票 从上游到下游 我觉得 投资朋友如果你在操作AI的相关的 或去GP相关的概念股 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是 他的轮动现在已经开始 开始快速的轮动 从一开始的IP概念股 开始转到什么 转到CPU的 甚至上什么 散热的 现在 我认为了 已经轮到什么 已经轮到下端了 比如说 散热啦 包含什么 包含组装啦 包含Rain啦 那这样的一系列的轮动 总是要轮一轮嘛 所以你现在如果还说 现在要去买这些什么创意啦 市新啦 创新高的 拉回的 我认为呢 相对的法人可能在减码 你是讲我们听到几个重点 就是 你认为意大利就算开了第一枪去进 你认为整个欧洲国家都给你进好了 根本也不会有用 因为他们没有替代品 所以 势必他们到最后 还是得放行 要使用这个科技 所以对于整个科技大厂来说 他们还是会争相恐后 不会因为这些国家 那就是限缩他们的发展 但问题就在于就确实是涨多啦 那你刚刚也讲 我们台股很多AI概念股 已经涨一轮涨到下端 我听到第二个重点 所谓涨到下端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一轮表示也涨完了 AI概念股最近国家禁止 反而是给了一个下跌的理由吗 是啊所以说涨多的这些 所谓的IP概念股 其实假设回党的话 如果法人跟着减买 你千万不要去买 反而反过来呢 一些怎么样 我们说制造电脑硬体设备的 其实反而很强 为什么 因为定型设备它有 伺服器嘛 比如最近我们如果看到 从上游的创意 然后到了下游 比如说 你像 英语达 那他开始 持续的创高 那表现怎么样 上下游的概念不一样 高本益比的 赚钱 其实那个本益比很高 赚数没有这么快的 跟怎么样 跟赚钱慢慢赚 可是本益比 你不要看英语达长这样 他本益比还是很低 为什么因为传统 大家给他的估值 就什么 你是做电脑组装的 那基本上我认为 伺服器的组装 开始会出现什么 上游 涨多的会往下走 下游的开始往上 跌高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呢 我还是认为 其实在科技类股这样的轮动 不过我再次强调 如果现在的 全部的什么 全部的 消费电子都不好的话 那我们来给大家看一张图 消费电子不佳 云端反而会成为一个新出路 也就是你下去思考一个重点就是说 上半年 手机也卖不好 笔电也卖不好 可是呢 伺服器要不要做 你不要管他是不是在做AI嘛 你伺服器一定要全部在建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线 伺服器是什么样 持续的什么 往上去做什么 这硬体的架构 所以对于台厂来说 刚好找到了 风口的切入点去切入 所以我认为呢 这样子走完一轮座 彥廷刚才讲了 高阶到低阶嘛 那高阶已经走完了 因为本益比现在都很高了吧 低阶的 有很多大家看到 你本益比怎么这么低 质利率又这么好的时候 资金反而会出高 买低 所以我认为这样子一轮 那等到高阶的 如果再回档的时候 你刚好又反过来做 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所谓的 AI的概念 应该就会是 2023年 一整年的主轴 可是肋骨的轮动呢 现在就怎么样 不要去追高 反而去找本益比低的 不是便宜的 是本益比低的 那这样的来回操作 我觉得会是第二季 你可以观察的重点 有没有可能有 第二种思考点 你说因为它会走一整年 会用轮动的方式 那如果 AI跟 VR呢 跟这些 元宇宙呢 想当初去年 元宇宙真的夯到一个不行 但是AI一出来的时候 元宇宙都销声匿急 那现在AI如果 可能要轮动完休息 有没有可能 大家可以反过来思考 AI虽然它在生活 博商充充斥 可是 他的法规不成熟 但VR不一样 头盔产品已经做出来了 有没有可能大家 在市场上面的反应 是回过头来看这些 已经有产品 可以商用的元宇宙 好 其实在联益前也是这样 苹果的这个头盔 有可能说要 传出 可能今年在第二季 开发的时候 就出来了 最近消息很多 对 所以它有镜头 有显示器 我认为了 第一个 指纹楼梯 想你真的东西要推出来 你东西没有推出来 都是传闻嘛 所以在传闻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卡位 可是楼梯 如果真的下不来的时候 你还是要散 所以我觉得 其实彥庭讲没有错 资金会轮动 但是如果是 我们讲的VR头盔 如果Apple出来 现在说什么 一个 3000美金 10万 那我觉得是 for高阶使用者 那这个普及度 没有这么高的状况下 对于Apple的营收 我觉得有限 对于台场贡献度 也是有限的状况下 就是短线区间操作 跟着新闻来做题材做操作 但是我不觉得 它会是长线的发动点 所以这两个AI跟VR头盔来说 我认为我还是会选AI 那短线的话 可能 头盔可以做一做 但是 不值得做一个 长期的一个追踪 讲得很清楚 整个年度还是AI 但AI确实是涨多的 如果 极短线上面 如果是TOPNO 可能是比较 短线的投资人 你可以 按照的话题 按照的新闻面题材 稍微 轮动 换到元宇 就操作一下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他可以做 一整年的这种题材 除非落实了 而且营收开始进来 因为现在连落实都 没有落实 你说脸书的头盔 其实卖得不好 那其实对于台厂的 贡献度有限 我觉得只是话题性而已 所以真正开始 各家大厂都出现 这种所谓的头盔 而且在所谓的软件上 都可以跟上的话 我觉得才有机会 但是 可能我认为可能在 2024或2025 才有机会 好节奏掌握性 大家有了解清楚了吗 那么 再换个话题 船产跟电子又该怎么选择呢 在上面一个阶段 我们有聊到 产油国现在在减产动作 油价势必会拉涨 跟我们台股的盘面 联动性 这一次能有多密切 收拾一下 继续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